北京时间4月17日U23亚洲杯小组赛第一轮 越南U23主场对阵科威特U23 U23亚洲杯小组赛第组第一轮迎来了一场较量 由东南亚竞旅、越南队、PK西亚竞旅科威特队 赛前越南队已经连续三场各项比赛保持不败 一胜两平 而科威特队赛前已经惨遭了各项赛事的三连败状态 显然大不如越南队 论致命实力这支越南队要强于科威特队 所以赛前有超过六成的球迷相信越南队能够击败科威特队 精彩瞬间 第31分钟 伊布拉辛·卡麦勒吃到红牌 上半场不时第一分钟 阮文长助攻越南U23球员阮文松打入一球 上半场不时第七分钟 阮玉胜吃到红牌 上半场不时第九分钟 科威特U23球员萨勒曼阿瓦迪发入点球 第47分钟 越南U23球员培伟豪打入一球 第76分钟 阮泰山助攻越南U23球员培伟豪打入一球 最终越南队如愿击败科威特队 迎来了U23亚洲杯的开门红 而科威特队比较遗憾惨遭了U23亚洲杯的开门黑 赛后越南队排名低组第一 恭喜越南队真是令人羡慕啊